大家关心 总统赛清德今天就职满100天 也就是在今天呢 他也兑现了竞选时期的承诺 就是将他新北万里的老家 捐出来作为公益使用 未来呢 这里要打造成万里矿工生活纪念馆 对此呢 也带来听到党部的最新规划 从这个矿工生活馆 从一楼可以参观到 里面的一些照片 还有一些生活起居 每一个礼拜的五六日的上午 10点11点 跟下午2点跟3点 我们每一个T是大概10个人 那采取预约制 那从今天开始会提供表单给大家 那10月开始 就会有导览人员 带着大家进到里面看一些 在地的一些生活 还有一些矿工的生活的技时 可以上到二楼去看一下 总统的起居室 那对于呢 蓝白阵营不断质疑的违建 争议也就不攻自破了 那未来呢 蓝清德老家要作为万里矿工生活纪念馆 是预计在10月开放 那未来也会陆陆续续的 来开放民众登记参观 但是